这么长的卤尾能不能直接加工饲料颗粒 用来养山羊绵羊它行不行呢 如果不考虑添加玉米和麦夫 这个饲料成本应该是非常低了 您好朋友我是张一 咱讲如果在我们厂区定位一台三零零行颗粒机 磨盘不正亚人驱动是最新的机型 那老哥有要求啊 要求我们在厂区呢 帮他加好齿轮油 整机在厂区研磨调试好 顺便呢 还要达20%含水量的卤尾 长度15分以上 帮他来测试这台设备 那老哥买这台设备到底划不划算 合不合算呢 我们马上开始测试 这是咱们刚才呢 用柔草机加工的新鲜芦苇 现在啊 摊在太阳下边呢 稍微晾晒以后呢 等会儿给大家做颗粒 大家不要觉得咱们的柔草机 张出来真的这么长啊 我们是六刀机型 刀片还正门拆下来的三把 换装的长的 像这个草料啊 10公分20公分 等会儿呢 直接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测试 朋友们 芦苇现在已经晾晒的差不多了啊 用手摸着 略微有一点点潮 然后呢 长度还是这么长的 你看一下 然后呢 咱们今天测试的还是一台新型的 杜罗三零零型颗粒机 方往安徽四线高老格采购 机器里边呢 是五毫米磨盘 磨盘不在亚洲驱动 新款机型 然后呢 我们就省点事 直接启动 开始测试 朋友们 您看这个芦苇的加工效果怎么样 这个是五毫米的磨盘 专门用来养牛养养使用 表面也是特别的光滑 现在这个温度 86度啊 所以温度非常高 不能用手去碰 您觉得现在这个颗粒加工效果怎么样 等会呢 我们把这个做好的颗粒 直接拿到养殖场 看这个绵羊啊 山羊到底爱不爱吃 不要钱的芦苇 加工的饲料颗粒 用来养羊到底行不行 现在呢 来到养殖场 看现在我们这边 羊确实没啥 你看 现在吃的这啥 油菜感 到颗粒 这是晾干的芦苇 没有添加玉米和麦夫 就是为了低成本 直接压制出来的饲料颗粒 您看一下 现在这个羊的试口性怎么样 咱朋友如果自己家里面 有这些原料的话 都可以按照这个方法 自己尝试一下 咱们能节省一些饲料成本 咱们就节省一些 您再仔细看看 咱们做出来这个饲料颗粒 效果怎么样 两个山羊啊 山羊吃这个饲料颗粒 就非常的挑了 一会之后 一会儿 越来越来越好吃 越来越去旯 越来越熟